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基的讲话也证明了这一点 这些原因进一步引发了市场的恐慌情绪 导致欧元遭到了重挫 此外 本交易日市场也即将会迎来非农就业数据 投资者需要密切关注 技术面上从日线趋势图中可以看出 欧元对美元昨日收出了一根大阴线 在前一日收出了一根十字心之后大幅跳水 日线上欧元吓破了布林带中下轨支撑 一度触及到了十日均线 目前短线上呈现了一副看空的局面 建议关注上方的压力位1.2390 下方的支撑位1.2280 后市中建议您重点关注 十五点整将同时出炉 德国一月未计条贸易账 德国一月计条后工业产出月率 十七点三十分英国一月工业产出月率 英国一月工业产出年率 英国一月计条后商品贸易账 二十一点三十分将同时公布 美国二月计条后非农就业人口变动 美国二月平均每小时工资年率 美国二月劳动参与率 美国二月失业率 加拿大二月失业率 二十三年整 美国一月批发库存月率中值 请投资者不要错过这些重要信息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今日市场行情分析 如有疑问 您可登陆AZY官方网站咨询专业客服 或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与我们进行互动 我是主持人CC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